为帮助众养之户畅通销售渠道 切实保障市场供应和农产品正常销售 有关部门仅仅加强了疫情期间产销对接工作 如要采取一下措施 一是组织专任对本地区农产品生产、销售、收处、加工等情况 进行全面模拟排查 准确分析产销形势 二是加纳本地蔬菜肉类供应保障力度 目前本地蔬菜每日供应量它达1500分左右 肉类供应量达200分左右 三是加强产销对接 四是加强交管、交通部门与各区线对接协调 合法车辆通行证 开机绿色通道 确保市场物流汇送渠道畅通 在做好产销对接工作的同时 我们严格按照当前防疫要求 对收处、屠宰、运输流通等环节人员 统一进行核酸检测 落实体温测量、佩戴口罩、消毒、消沙等措施 对养殖场、屠宰场实行封闭式管理 加强肉类、检疫查验和环境采样检测 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和市场运行保障工作